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的速报君灵讯 将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刚刚推出了中文版的一款独立冒险游戏啊,名字叫做Unreal Life 虚幻人生啊 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扮演的是能够读取出摸到的物品的记忆的少女与会说话的信号灯相遇了 为了找回自己的记忆,少女与信号灯一起前往不可思议的夜晚的城镇旅行 少女可以从触摸到的物品的记忆中看到过去的事情,将过去与现在相比较 以过去的信息为线索方能解开谜团啊,是一个带解谜元素的冒险游戏啊 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试玩一下吧 这个游戏的像素风感觉还蛮蛮好看的啊 当时是被这个画风给吸引到了 那要注意的是,这个游戏好像是只有港服才有中文啊 大家不要买错了,其他服务器的这个游戏都没有中文啊 只有港服有中文 如果大家想要玩中文版的话,记得要去港服版 好了,那我们进入游戏吧 设定尚未完成,是否开始游戏 我们看一下要怎么设定 BGM,呃,语音,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这好多语言啊 OK,我们就开始游戏吧 故事的下文明天再讲给你听 嗯,那明天见 A real life 哦,它这个字体还做了一个这种霓虹的效果啊 春 这个是什么 感觉像是程序的代码啊 System正在确认电解强度 开始人体通信启动保护系统 即将开始对话 请回答出什么事了吗 这里是高性能AR信号灯195 正在将对话信息传输到你的大脑中 请说出你的姓名,想得起来吗 哦,少女醒过来了 跟我们说话的是这个信号灯吗 红绿灯吗 目测你没有肉体损伤 195的义务是将你护送至监护人身边 请问你是否记得住址或联系方式 不记得了,什么也不记得 这个少女是叫做春啊 那么你记得自己之前走过这里时倒下的事吗 应该也不记得了 195根据自己的记录将你来的方向显示出来 请往这边走 那我们就往这边走走看 对会说话的灯进行思考 怎么思考 对不起,导航方向错了 对啊,那边是个墙吧 程序已经修正 这个信号灯你靠不靠谱啊 A键调查 选择行动啊 呃,交谈一下看看啊 这里是五线信号灯 195 195会辅佐你 直到确保你绝对安全 信号灯不可以说话吗 不是不可以了 这就是很诡异啊 呃,现在该做什么呢 你之前路过这里是倒下了 你是从布告板那边过来的 请去看看情况 OK 调查 电线杆 呃,不对不对 布告板啊 调查一下布告板 结果再看不懂 你,你得搞笑吗 再交谈一下啊 哎,那我现在应该干嘛呀 他现在看不懂这个字 那咋办呢 哦,可以继续往前走 是吧 这是什么 调查一下 这个树 这是什么树 哎 这个地方发着亮光 是啥呀 一双鞋子 地上有东西 老师讲的故事里 我最喜欢的 还是穿蓝色鞋子的女孩的故事 是吗 我也很喜欢那个故事 这是他过去的回忆吧 怎么会有一天 想要从这个世界里逃出去 偶尔我也会这样想 从世界里逃出去 不要 感觉这个剧情非常的日本中二啊 他要裂开了 好痛 正在分析脑波 进行噪音分析 不知道这个游戏最后真相是什么 因为脑波混乱 分析耗费了一些时间 分析结果得到影像在此 啊 蓝色鞋子的记忆啊 这是过去的影像啊 上面的这个人是谁呢 老师 这个人是他的老师吗 比较 现在与记忆 L是结束比较 啊 我怎么怎么比较啊 A件 啊 好像没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人不一样 老师在哪里 请冷静下来 老师和你是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但不去见老师 我会很困扰 195的任务是将你护送 这监护人身边 嗯 他为什么想要去找老师呢 195是高性能AI 真的 195会完美地将你送到老师身边 哦 这什么 195需要进一步了解你 方才从蓝色鞋子上 读取影像的这件事 你接触蓝色鞋子时 监测到你的大脑的一场活动 推测触摸行为具有 具备某种意义 打个比方 请尝试触摸那个电线杆 观察反应 哦 他好像就是能够从这个物品身上 触摸到 这个过去的记忆啊 哎 这个倒在地上的是谁啊 你和乌鸦 看来你是所谓的读取者 读取者 就是能够读取物品记忆的人 这是难以置信 但是根据电线杆的记忆 春你被乌鸦偷走了钥匙 啊 好像是哦 他们过去就是在这儿 倒在这儿 乌鸦可能就在附近 取回钥匙 可是要怎么找到乌鸦呢 物品的记忆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 既然如此 你应该可以看到过去发生的情况 只要找到记得乌鸦去向的物品 请尝试出摸附近的物品 这附近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 这里应该没有啊 这个是鞋子 老师曾经在这里 看一下这棵树上有没有啊 触摸一下 这不是乌鸦出现了吗 乌鸦叼着一个钥匙 上面有乌鸦 但是看不出它往哪里飞了 得去找找别的记忆 那我们还得走啊 继续往前走 看这个电线杆里有吗 又冷又硬 什么也没发生 不是所有的物体的记忆都可以读取啊 好吧 那这个布告蓝我们也来摸一下 布告蓝也不能摸啊 那这样的话 什么物体能摸 什么不能摸呢 哦 看到乌鸦了 乌鸦往右边飞过去了 你看乌鸦也在 那我们就应该继续往前走 对不对 他明白这个读取记忆的时候脑部的特性了 今后无法读取记忆的物体将不再显示出目 OK OK 我们继续走 正在显示导航 显示完毕 这 对呀 你这个箭头到底有啥用啊 哦 怎么了 乌鸦好像是从这边来的 195忽然想到 要是不会就放在你的包里吧 我看看包里 二件打开乌鸦 二件打开书包 好像没有吧 只有一本书啊 上面写着什么 A是取出 Z2使用 这是什么 蓝色的书 他一开始就放在我包里 写着很多字的纸 什么鬼啊 他看不懂这个书上的字啊 因为他的脑功能退化了 那我们现在就拿着吧 对书包里 包里蓝色的书进行 调查 有什么闪闪发亮的东西 对啊 那个是啥呀 可以晃一晃他吗 应该不行啊 这个也不能触摸 好像锁着 这里可以上 乌鸦那不是就在上面吗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啊 这里也锁着 那我们就上吧 上台阶 他这个上台阶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啊 但是这边我们好像过不去啊 那边过不去 我们来看一下乌鸦 焦糖 这乌鸦呱呱呱 他是不是生气了 乌鸦好像有话要说 准备进行翻译 我这个 这个信号灯 还他妈能翻译动物讲什么 连接音频流语言码模式搜索 身体语音转换 与对象生命体科进行对话了 我我靠 你谁 我喜欢亮剑金 这个我的不要碰 一边去 哎呀 他不愿意还你钥匙 希望能有什么好办法 这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Z2没法读 那我们包里还有其他东西吗 好像什么也没了 他不愿意给我们 这怎么办 下台阶 你看他下台阶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原地踏几步 就很奇怪 那这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得找个什么道具来换 调查 对我们够不到呀 要回去了吗 乌鸦不肯 啊 这附近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但是这玩意儿我现在 弄不下来呀 调查一下 有什么闪闪发亮的东西 哦 可以晃这个是吧 哦 这里有个摇晃的选项 来吧 哎 掉下来了 这是什么 看看 红色的玻璃球 我们用这个玻璃球跟乌鸦换呗 看看乌鸦能不能跟我们换这个东西 好吧 有时光是把物品拿出来就会发生什么 呃 那我们把玻璃球拿出来呗 取出 啊 啊 乌鸦飞下来了 哇 这有些音乐 这个配乐感觉做得很好啊 这个氛围营造的很帅 哎 乌鸦使用红色玻璃球 你的亮晶晶什么 那个我的 还我 那个我的 这 那个给我 这个不要了 他不要钥匙了 红色玻璃球被用掉了 然后他把钥匙给了我们 得到了某处的钥匙 那这个钥匙是哪里的钥匙呀 使用你的读取物品剂的能力 寻找钥匙的用途吧 哦 钥匙是不是也可以被读取啊 取出 然后ZR使用一下 这钥匙感觉用得上 呃 是不是就是门锁啊 触摸一下 这扇门没有印象 那应该就不是这里啊 看一下这个呢 哦 楼下 楼下 楼下有人 应该是那个门 那我们下去啊 他这个老师总感觉有猫腻啊 你说这老师到底是发生了啥 出摸一下 哎 怎么又不见了呀 刚刚还在这看到老师了呢 啊 啊 不对 哦 奇怪了 那我们在这儿用一下那把钥匙试试啊 使用钥匙 哦 门开了 但是 但是里边为什么这么红啊 好吓人啊 你看起来好开心 195 19510 按捺不住 毕竟一般来说信号灯不能开门 哈哈 哇 这进去有点恐怖哦 就叫我春吧 哎呀 这么晚才来吗 我说春 你要丢下我离开吗 哇 怎么突然感觉变得这么恐怖啊 我说春 你又要丢下我离开吗 啊 不 我说春 你又要 不要过来 哦 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 是他把老师推到楼下了吗 对不起老师 我是个坏孩子啊 老师 再见 哇 有一点精神那个 污染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把老师给推到楼下了是吗 哎呀呀 呵呵呵 春 春 春 你好像昏过去了 请问你不要紧吧 嗯 不过这里到底是哪里呢 是我刚才进的那间公寓吗 春 好多好多的水 这是大海吗 咦 这是大海 大海就是 不 195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走在的小镇 并不厉害 啊 那外边这是什么 总之得离开这个房间 啊 怎么突然又变了 我们来调查一下这儿啊 触摸一下床 这是春吧 啊 这是他刚刚过去睡在这里的样子啊 看一下这个书柜呢 调查啊 书柜 书柜是不能触摸的 书桌呢 调查一下 抽屉里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那看一下窗户 窗外是大海 他这里不离海的话 为什么能看到大海呢 这也太奇怪了吧 沙发很软 躺在上面也很舒服 哎哟 这游戏玩得有点毛骨悚然呢 小盒子里有图形在动 这是电视 这是什么 触摸一下 这是谁啊 有人把他给抬进来了 是被诱拐了吗 事情麻烦了 你是从哪里被搬来的呢 嗯 这是咋回事呢 感觉这个记忆很错乱啊 啊 怎么又晕倒了 你的脑波好像有点混乱 对了 195可以看到我的脑内 严格来说 195可以连接的只有 前额叶皮质 布洛卡区和维尼克区 和脑叶和额叶 195知道你看到的景象 说出的话 听到的声音 和大脑的健康状态 但无法看到你本人的记忆 哦 它有隐私保护功能啊 无法直接窥探我们 好吧 这间为止发生了很多事情 建议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 不用再195 L键闭上眼睛 哦 我的想法 哦 会说话的灯 有一天非常突然的 我失去记忆 倒在了地上 这里是哪里 某条公路 有声音在呼唤我 好像是无线信号灯 我的名字好像是叫做春 在信号灯的建议下 往来时的方向走去 地上吊着一双蓝色的鞋子 摸到鞋子的瞬间 发生了奇怪的事 我看到了一个人 和另一个人在说话 接下来不知道是谁 在大声喊着什么 最后我看到这个地方和老师 他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 那个老师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感觉对他很重要啊 我好像可以读取 触摸到的物品的记忆 物品的记忆 信号灯说是 该物品记住的过去的影像 这个春为什么一直在晕倒啊 就很奇怪啊 打开树包 里面有一本蓝色的书 但是这个书他看不懂啊 找个能够读这个书的人 给他听吧 公寓的大门 然后有人在等他 你是谁 为什么这么让我心痛 不要妨碍我 我这样想着 将那人推开的瞬间 我将老师 就是一开始 他没有看清楚那个是谁 等他把他推下去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那个是老师 我在床上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房间里 这里是我进的那间公寓 走到窗边 映如我眼里的是大海 陌生的大海 这里究竟是哪里呢 出口一定就在某处 快离开这个房间吧 OK 那我们全部都思考完了啊 这个呢 有什么东西啊 触摸一下 哦 这个植物的位置 和记忆中的不一样 所以这里是有门的 对吧 这个应该是可以打开的 哦 哦 这里可以触摸了 这里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们怎么调查呢 前面没有路了 哦 这里怎么还可以走过来啊 去下方 呀 Created by Hako 这个是作者的名字啊 这个作者好喜欢在游戏里面 放自己的名字啊 出现过好多次了 这应该也是一个 一个人做的游戏 估计 就是那种 一人的独立游戏啊 有人在弹琴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方块体啊 这是谁啊 欢迎你来到旅店鲸鱼 我是这里的老板 我们进的是公寓的门啊 确实你们是从那边的那扇门进来的 诶 对 这是我们刚刚晕倒的那个地方 哦 刚刚刚搬运我们的那个人就是他 外在于本质并不直接关联 呵呵呵 好了客人 既然你要在本店进居 我想为您介绍一下本店的设施 对啊 我们又不是来住的 我们要走啊 看起来你已经相当疲惫了 现在是稍作休息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店 乘坐那边的电梯上楼 就是春小姐的房间 下楼的是咖啡厅 咖啡厅的厨师很喜欢聊天 那我们待会去看看厨师是谁啊 左手边是客人用的简易车站 提供给拥有电车的个人使用 电车是可以个人拥有的吗 右手边是职工通道 比较危险 请不要擅自靠近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遇到什么麻烦 请再与我商量 诶 那我现在要干嘛呀 我们在旅店里收集 与老师有关的消息吧 进去啊 这个可以进去吗 哦 这不就是直接出来了吗 我们来调查一下 看一下这幅画 画上有只乌鸦啊 您真有眼力 这幅画是客人送给本店的宝贵作品 请不要 不要用手去碰啊 没有人去传来音乐声 好诡异啊 这边我们也没有车呀 哦 也可以过来啊 这是什么人啊 焦坦 好像睡着了 那我们摇晃摇晃它好不好 会被摇醒了它 摇晃不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触摸一下 哎 一个充电 之前凹槽里嵌着东西 有一块电池啊 是不是啊 对 有一个电池 但是不见了 哦 这里 这里是电车啊 电车会在海上开啊 那不就是千语千询里边那个吗 就是那个海上火车 就很酷的那种 我发现日本人做这种 游戏真的很会做啊 就是有一种日本人独有的那种 味道 关于老师啊 问一下 你见过我的老师吗 你光是这样说 我就有点不明就里 春小姐 你在寻找那位老师 对啊 她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的名字呢 但有一位客人 为春小姐订了房间 不会就是那个老师替我们订的吧 是一位灰色头发的女性 哦 果然是她的老师 但是老师退房了啊 那么鲸鱼的员工 很有可能见过老师了 嗯 那我们去 那我们去问一下那个 去那个咖啡厅里问一下好了 我在醒来的房间里找到了电梯 我按下发光的按钮 感到了势能 好厉害 脑袋在转的叔叔 说自己是老板 这里是旅店鲸鱼 那个公寓里藏着这样的设施 在这里不是公寓的地下 这里可能是公寓的门通向别的地方 嗯 蓝色的书还在包里 哎 我是不是可以拿那个书给这个老板看呀 我们试一下啊 来试一下 取出 看一下老板会不会读这个文字啊 真奇怪 上面的语言我不认识 老板也不认识这个字啊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语言呢 它有一个印章 这本书应该是图书馆的书 图书馆是什么 是借书的设施 你知道是哪个图书馆吗 嗯 对啊 那他为什么会拿着图书馆的书呢 厨师买好食物回来了 他应该很了解本店居住过的客人 那我们去找一下厨师咯 怎么了 你的灭页内侧的功能有些衰弱 我们现在处于容易失去记忆的状态 那么195将代替春记录对话语 OK 追加了闭上眼睛时可以浏览说过的内容的功能 OK 给我们加了一个新功能啊 说话的这个内容 就是可以留了这个对话的记录 OK 我们去找厨师咯 哎 哦 对 要坐电梯往下是厨师咖啡厅 那边是员工通道 哎呀 客人 我没见过你 怎么看不见人 哎 他们的厨师是在哪 是隐形的吗 触摸一下 房间里多了东西 就是那个鱼缸吗 不是 难道厨师是鱼缸 这我们已经找过了呀 这里好像可以调查 对 这是个囚枣啊 这是个囚枣 不是啊 这是厨师啊 讨厌了 你自己不就是会说话的信号灯吗 我叫玛丽 是咖啡厅的厨师 你们是新来的客人 我听老板说了 遇到什么麻烦了都可以来找我 你们这个世界真奇怪 嗯 我们来问一下老师啊 昨天来这里的 他虽然有点怪 但是人很善良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他说有个地方一定要去 有个地方一定要去 但是他也不知道是哪里 那我们来再试试 这个蓝色的书看一下 看他能不能看得懂 你见过这本书 我之前好像见过和这个一样的书 他哪看到过的呢 哦 这本蓝色的书是幻想图书馆的书 他的老师也拿着一样的书 幻想图书馆 他也不知道幻想图书馆在哪 一定要去的地方和幻想图书馆会有什么关联呢 问问幻想图书馆在哪里吧 这他也不知道吧 他不知道啊 那我们去找谁问呢 去找这个老板问问 哎呀 刚刚发团差点歪了 我现在是玩这个玩的我有点害怕 关于幻想图书馆啊 问一下他 他也不太清楚啊 那到底有谁知道这个幻想图书馆在哪啊 所有人都不知道 那这个地方到底真实存在吗 奇怪了 那我们去问问那个列车站那里的人啊 看看他们知不知道那个幻想图书馆在哪 因为他不是开船的吗 说不定他知道 摇晃一下 这还不行啊 这个灯也可以 来吧 把架子给砸下来 再摇晃一下 再摇晃一下 用牌子打醒这个人啊 哦 醒了 这是个企鹅是吧 教他一下 你是谁啊 我头上的包又多了一个啊 这位人类 这位是人类村 我叫卡瑟利 只是个战务员罢了 他不是这里的职工 这辆电车是你的吗 不是 是我所在的车站的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 呃 那我们打听一下啊 幻想图书馆在哪 他不认识老师啊 那我们问一下幻想图书馆 他知不知道啊 哦 他知道啊 要不要我带你们去 可以吗 不过我有个条件 现在我的这辆电车不动了 不知道为什么 电源打不开 你们要去幻想图书馆吧 那你们帮我查查电车 为什么不动啊 这里的员工应该知道 怎么让电车动起来 哦 好吧 就是那个电池被偷走了嘛 对吧 触摸一下 看看电池去哪了 嗯 但是好像 哦 好像 这也摸不出来 那我们应该是得去找人 对不对 是不是得去他们的员工通道了呀 OK 哎呀 好了 因为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试完的时间啊 我们今天游戏已经试完了快40分钟了 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啊 我们今天试完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吧 然后今天试完的这个游戏名字叫做Unrealize虚幻人生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游戏港服独占了中文版本 所以如果你想玩中文的话 记得要去港服找啊 好了 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的速报 就是灵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